3.5公里的快艇 这个来热浪岛的路途也是蛮遥远的 刚刚就坐了5个小时的车 现在呢 我们要坐这个快艇去热浪岛 这个影片本来是属于一个热浪岛的潜水Vlog 可是由于器材的故障再加上我自己的疏忽呢 这个就是我现在用着的麦克风 不懂你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接口处的部分呢 这里呢 再次就是这个 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这个损坏 穿LINE Jacket啊 每个人穿LINE Jacket啊 不会不会有用的要穿LINE Jacket啊 你忘记敲闻 敲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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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就是热浪岛凌晨7点钟的日出 这一次呢 来到热浪岛呢是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有考过了一个叫Open Water初级的这个潜水执照 这一次来到这里我想要拿一个算是比较高级一点点的吧叫做Avanced Open Water有了这个比较高级的潜水执照呢我可以去探索各种不同的这个潜水地段 甚至呢我们可以在夜晚去潜水听起来呢是超级刺激的呃原本呢我是想要做一个关于潜水的Vlog 不过天才的我把所有的器材都给带来甚至GoPro呢也买了也带来了 可是我忘了带GoPro的记忆卡 而且它的记忆卡跟我相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来这次的Vlog呢应该是拍不成的 所以今天呢3月17号也就是礼拜天 我特地回来工作室呢来补拍这个画面 在热浪岛的时候很幸运 我其中一个潜水教练呢他就把他的GoPro呢借给我带下水 要不然的话一个潜水的Vlog 如果没有潜水的画面那还是潜水的Vlog嘛 什么?黑黑踏哦你看他手哦 我真的我这么黑黑了 要洗了然后再烧锅 现在呢我们正在准备这个潜水的 装备这些氧气筒啊 然后我现在要穿上这个 Red Suit 在还没有出发之间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briefing 确保大家的安全 2010 奥罗伯 这会儿呢 叫我 大陆 收益 你 CHA-CHA-CHA-CHA CHA-CHA-CHA CHA-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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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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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一般上我都跟大家分享潮流,时尚,或者鞋子的资讯比较多 我想要藉由这个重拍的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比较少讲到的一些事情 在前几个星期呢 我就有留意到我的这个YouTube影片呢 有一则留言 它是这样子写 屁孩 想办法解决你的视频带来的审美疲累是当务之急 拍摄手法非常好 但是就一场几乎都差不多的影片会让人产生厌倦感 加油 我必须要承认 身为一个影片创作者 我的工作呢 就是要不断的去创新有创意的做不同的内容给大家看 所以我本身的看法呢 其实我很赞同那位观众所说的东西 他的留言呢其实都是重点 只不过 我一个人就只有一双手 一天只有24个小时能做的东西呢 是很有限而已 我发现到为了要把这两家公司给搞好呢 我不能够再单打独斗了 今年28岁 不算愿望啦 比较像是一个目标的感觉 我想要把Futuremate的经营方式呢 换成团体 如果有了团体在帮助我经营Futuremate的话 我的这个负担就会减轻 我就更多的时间跟专注力呢 去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看 一直以来那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在搞这两家公司 所以现在我要放手 然后相信别人去经营这一家公司 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心动的东西 所以我也是在学习当中 这一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事情 所以以后有什么更新的话 还是依然会在这个影片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Bye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